字幕提供 在美食界篇中 特瑞克等人前往百居山脈山頂的同時 此時的人間界收到了美食界的食材 透過章魚西瓜的運送 讓人間界漸漸恢復生機 另外Air也送達了IG喔 體內有著美食惡魔的會長 吃下後也覺醒了部分力量 想必前往支援美食界的強者 也有人也同樣覺醒了 此時的腰食界 支援的人才剛抵達 江可也在支援隊伍中 差點被大家誤認成妖怪一員 眾人也聽說了鐵瓶加入NE喔 以及將小松給殺害的事 現在眾人苦惱怎麼去第七大陸 此時弄弄說他能用兵製造陸地 將舊能渡海搭乘露營野獸去了 接著真聽說了布朗奇前往美食會的事 之前受特瑞科的委託 布朗奇拿了一些Air 現在在海上飛行者 前往美食會的基地 布朗奇疑惑 把Air送給敵人真的好嗎? 尤其是讓珊瑚吃下 就這樣布朗奇抵達了美食會的入口 被海浪所侵襲者 從上方看深不見底 宛如地獄一般 不管怎樣最可怕的還是要見的人 遇到珊瑚還不知道能不能平安活著 另外美食貴族藍霄與恩尼歐這邊 得知了Air被小松完美迎出的美味 但喬雅卻聽說她被鐵瓶解決了 實在有點可惜 眼看日食就快到了 最終計畫即將執行 燃銷期待者特瑞科他們 能否把阿卡西亞的全套菜單 全部引出真正的美味 代號佩爾的燃銷 曾在第七大陸與阿卡西亞相遇 另外在人間界 見過特瑞科和小松一面 說表示兩人的確是好搭檔 但是認為兩人贏不過猿王的 是好搭檔 回到了特瑞科等人這邊 三天前終於有了決心 勇氣 膽量 連作戰也想好了 但卻還欠缺實力 這個羽王一戰最重要的東西 而現在那些東西都不重要了 為了救小松學會了援武 現在有著的是石獄和強悍 眾人登上了百居山脈山頂 眼前出現的是一個巨大的擂台 至於猿王在哪裡呢? 猿王有個睡覺的習慣 會以一秒突破平流層的速度 輕輕跳一下 在急進的外套空中 把星斗搭成床鋪一樣睡覺 能受到中陰的影響 猿王過一會還是會掉下來的 就在特瑞克等人抵達山底後 睡著的猿王也掉到了這 醒來後的猿王 發現了特瑞克他們 之前絕望的0.1秒 將朝著眾人再度襲來 首先猿王與塞浦拉玩起了黑白菜 同樣是塞浦拉輸了 塞浦拉準備迎接猿王的筆項 將那會使人斷頭的力道 用猿武給洩力掉 今晚有點抖 塞浦拉成功活了下來 接下來換庫克 猿王要跟他玩踢膝蓋 這次可說是猿王的直接攻擊 力道想必比黑白菜還大 雖然庫克顯得有些疲憊 但還是撐了過來保住雙腳 隨後是與特瑞克比腕力 特瑞克正面接招 不是將力道卸掉 而是以力量還擊 最後由薩尼收尾 薩尼與猿王的捉迷場還在持續 最後薩尼表示找到了猿王 就這樣眾人度過了這0.1秒 從猿王手中活下 特瑞克對猿王表示 這次會好好陪他玩的 問猿王接下來要玩什麼 突然山下傳出了吵鬧聲 踏屁猿王也跑到了百局山脈山頂 加卡姐是氣典來臨了 猿王們是來觀戰的 所謂的氣典就是讓擁有師父及猿武的猿猴 挑戰猿王寶座的機會 最初原本只是展現猿武技巧的氣典 現在卻也變成了格度氣典 當然對猿王來說只是玩而易矣 但挑戰者可是抱著殺氣去生死鬥的 而這次的慶典用上了擂台 要比的項目是猿猴摔角 猿猴們伴奏歡呼著 這次的挑戰者是解放第七大陸的恩人 此時特瑞克注意到 庫克站不起來了 加上未來登頂 眾人消耗了不少體力 現在只有電風狀態者一半實力 恐怕已經沒有餘地玩遊戲了 特瑞克想著 知道直接奪取佩爾 或許才是上策 我會不會想看 就是這樣 我會想看 然後再一次 當我們會想看 你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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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